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有多聪明 多么富有 多么有权势 人在生气 在愤怒的那一瞬间 智商是零啊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窍门 当你在怒不可恶的时候 我一定想发脾气 想发泄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要等一分钟 因为人的智商在愤怒的时候 全部跑光 经过一分钟才会恢复正常 所以当你在家里跟太太 跟先生要骂要吵的时候 你赶快拿手表看 不讲话 一分钟之后 放下来 我才不跟你吵了 我是学佛人 我恢复了理智 记住 千万不要在愤怒的时候 做任何的决定 因为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所以人的修心 关键在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用嘴巴去伤人 骇人 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心里的烦恼 有时候通常是来自于你内心不良的情绪 所以不要被你内心不良的情绪左右了你自己 记住了 一个能够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有修行之人 因为要开车 我们才去学交通法规 因为要学博 我们必须要学戒律 水生则流缓 雨池则人贵 当一个人懂得我讲话 想好了再去讲 想好了再去回答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贵人 记住了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会了说话 但是我们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会沉默 沉默是经啊 说是一种能力 不说那是一种智慧啊 人生苦难 不要去想太多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所以未来还没有到 好好地把握好今天吧 我们人生像一张纸啊 一张纸就是一辈子 我们出生的时候一张纸啊 开始了一辈子 毕业的时候一张纸啊 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啊 我们奋斗了一辈子 我们婚姻的一张纸啊 折腾了一辈子 我们做官一张纸啊 争斗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 虚名一辈子 退休一张纸 失望一辈子 看病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悼念悼词的一张纸 了结了一辈子 看破这些纸 明白一辈子 忘了这些纸 快乐一辈子 所以生命就是在追求丢失当中的东西 我们境界就是要在修行当中找回我们的初始的本性 人生一场梦就是梦一场 不追不求 我们快乐无比 知足就是幸福 学佛就是圆满啊 荷兰 荷兰有一位叫杨瑞恩的眼睛匠 那个时候古代叫眼睛匠 每天忙着磨镜片 大家知道过去的眼睛只有一片这样拿着的 对不对啊 有一天 调皮的孩子把磨好的镜片带到二楼去玩 有一个孩子把两个镜片叠起来看东西 他惊奇的大叫着 哎呀 大家来看 好奇怪啊 那么远的钟楼怎么跑到眼睛前面来了 孩子们轮流的看着 惊动了 杨瑞恩 听到孩子们的叫喊 他跑上楼拿过重叠的镜片一看 他顿时惊呆了 明明在远处的钟楼 怎么一下子会跑到眼睛前面来 孩子们的意外发现 引起了杨瑞恩的研究兴趣 经过不断的钻研改进 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望眼镜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要善于发现人的善良和慈悲啊 我们人固有的本性当中包含着慈悲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而已 用善良的本性修成高境界的佛性 这样当我们得知佛法之后 我们就会不停的去研究去发现佛法的真谛 所以我们要珍惜伯源 记住台长一句话 创造机会是个勇者 等待机会的人永远是个愚者啊 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早越好 因为你能消除业障 改正缺点 修行就是要修去你自己身上错误的观念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如果你不追求不给自己烦恼 没有一个人会逼着你来烦恼的 别人永远不会给你烦恼 烦恼来自于你内心的放不下 中国传统文化讲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跟别人争 跟别人去斗 在这个天下 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争斗 实际上不争啊 就是一种佛的境界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在一个饭店里面 卫生间大家两个人碰上了 为了争一个卫生间的位置 结果一个年轻人一拳 就把一个老人家打死了 现在的人火气大 没修养 是生命为儿序啊 所以佛法讲 无争的世界 是我们真实心灵的世界 无欲无求 才能无事啊 仇恨 永远不可能化解仇恨 只有慈悲 才能化解恶缘 一切恶缘的本属虚妄 我们人知道这一点 就要学会原谅别人 你要记住 能够原谅别人 就是原谅了自己 你伤害了别人 你第一个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创造我们各种的情绪 不面情绪 并不一定是外面的环境啊 而是我们的心 好好管控好你们的心啊 现在在大学里有这么多的学科 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什么心理管学啊 心理管管的那种管理的学 因为这种事情把它这个世界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认为它是一种常态 很正常的 只要在人间就会有这种事情 那你就想得通了 想得通 心里就会明白 这样你的心才不会变态 希望每一个学佛人都要想得通 经常有人问台长 台长什么叫开悟啊 告诉你们 想得通 放得下的人就叫开悟 我想得太厉害了 这么多您的方便 还有点多的 小姐 在那边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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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